今年決議不讓中天換照 是意外掀起了政壇波瀾 行政院長蘇貞昌 桃園市長鄭文燦 經濟部長王美花 原本預定是要出席一場新創活動 而且要跟臺北市長柯文哲同臺 沒有想到最後三個人都是臨時缺席 柯文哲認為在研究過程的 這個詳細的決議書之前 他不便多說 不過說到沒有現身的綠營首長 柯文哲也有話要說 臺北市長柯文哲 副市長黃珊珊 一起出席新狀活動嘉年華 不過柯市長在坐下之前 特地先來跟媒體聊聊NCC決議 不予中天換照 過去柯文哲就曾經強調換照案 政府應該要依法行政 還說不要無限上綱 為中天換家 但十八號的活動 原本行政院長蘇貞昌 經濟部長王美花 以及桃園市長鄭文燦 預計都要來參加 但最後卻在活動開始之前 臨時取消行程 蘇貞昌幕僚 甚至都到了現場 接到院長不來的通知之後 就默默離開 雖然NCC是獨立機關 做出的決定 不受政府影響 但在這敏感時刻 政治人物還是得謹慎發言 華世青丸子李虛劍才報道